营运长你好 你好 一开始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个人的这个成长背景好不好 是在嘉义的一个乡下地方吗 对没错 书上是写我是来自偏乡的一个女孩 那其实我从小就是从嘉义这边做成长的 那当时的家庭环境大概是怎么样 家庭环境其实我是家里最小的老姚 我们家有四个四千金 那我是最小的女儿 那其实因为可能在家里比较传统吧 所以爸爸来讲他也比较有重男轻女的这样子一个倾向 所以变成说可能就导致这个原因 让他有外遇这样子一个行为 对那其实在小时候呢 我们家庭也有一些 可能爸爸带一些其他他在外面认识的女生回来 那其实因为从小没有说非常了解这个人情世俗 所以也就是跟阿姨这边玩得很开心 那长大之后才知道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会让妈妈有一些难过 那其实回想起来也会希望让妈妈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所以我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可以圆一个让妈妈过好日子的梦 所以你妈妈过去她就是在忍耐吗 应该是讲说比较传统女性 因为传统女性的话比较不会为自己发声嘛 对不会为自己争取她的一个能力 只能默默的接受这样的一切就对 是的 可是你是最小的 你会把这个家庭压力或者是对妈妈的一些爱 能够压注在你自己身上吗 其实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有一个 因为我本身是摩羯座的女孩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摩羯特质的 就是我是一个很希望可以成功的人 所以从小到大我就 我觉得我的骨头里面留着就是一定要成功的血液 所以从小到大我就是希望可以往外发展 可以拓展我自己可以更成功实现我的梦想 所以你后来就是因为大学的关系就上来台北 对我大学的时候就来到台北这边念书 那其实我从小我觉得有一点叛逆啦 就是从小想要离家出走嘛 所以想到就真的离家出走来到台北这边 其实只要也是要打拼 可是你大学念的是资讯管理相关科技 你为什么没有进入本行 而是所谓的这个商业顾问或是直销工作家 是的 对因为过去呢 其实大学的时候我对于资讯传播这一类是有蛮大的兴趣 真的接触到之后觉得其实在其中我去接触到 是有蛮获得蛮大的收获 但真的毕业之后会发现到说 其实从事的行业可能就没有像这个相关的背景 是因为呢我大学在台北念书 那我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回到南部这边工作 那我进入了一间探索驾驭的一个公司 那探索驾驭它主要是比方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滑降 攀岩垂降这一类比较探索类的 体能类的 没错没错但是我其实在刚进入的时候我是一个社会行协人嘛 那也是从事内部行政的工作 那其实我觉得我有很棒的人格特质 就是认真负责用心 对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总经理也很看重我 那我大概在加入这个公司一到两年的时间 我就成为了公司的大内总管 然后成为总经理秘书 所以呢其实在后段的时候 虽然说我一直在这间公司发展 那我觉得就是日复日过生活 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一个怀才不遇的种子在发芽 对所以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为宇宙下订单 那我有这个性力法则 所以当时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是我在国中认识 国中同校 然后高中大学也是都同校的一个女生叫弗劳尔 那她也有出现在我的书中 书里没有介绍 没错那她当时呢其实就 我觉得她应该也是很了解我的个性 就是不服输的个性 所以呢她就在一个中秋节的一个下午 我记得那天还磅礴大雨 那我们其实也是很多年没见了 那她就临时要来找我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说 哎下这么大的雨 然后其实她家也是蛮偏远的地区 哎为什么想要这样通往来找我 特别来看 对对对 那后来因为我们感情很好 也很久没见 我就让她来了 那来了之后 她就跟我介绍这个直销相关的事业 对其实刚开始听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其实是一张直销白纸 从来没有人跟我接触过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 直销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人会比较倾向于负面这一方面 对但是到了她跟我分享的后段之后 因为后段我们都知道是会提到说 关于奖金制度方面的 对那其实我本身因为一直想要成功嘛 那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她不需要任何的背景 我懂 对所以这个你当时听的就是你现在做的吗 对目前的话就是YUSA这间公司 OK 对目前主要也都有在领售的部分 所以表示说这家公司确实是符合你本来的期待 并不是一开始接触到最后 现在又是做别家这样子 对没错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它本身是美商的公司 然后它的创办人是博士 那它的产品也都有进入我们的要点 或是一些本美品鉴 所以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那后来是怎么样接触一些商业顾问的一些管理公司 包括你现在的这个限制超越巅峰器管顾问公司的营运长 是的因为我当时在加入这间这家公司之后呢 我就来到了台北工作 其实我大概我那个时候在南部 南部先接触就对 对南部接触之后 因为这家这家公司呢它是在台北 所以呢我就跟公司可能交接一到两个月 因为想要把工作做好 交接好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来到台北生活 对那当然起初来讲的话 收入当然还是不稳定 所以当时呢我又白天正职很成功的 就是找到一份工作 对然后可能就是利用晚上或是假日的时间 进行直销产业这个部分 对那其实我在白天的公司呢 它是一家就是韩国贸易三星代理 对代理三星的一个电子门所的公司 对那其实这间公司来讲的话 老板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在公司其实呢 也可能因为我的任格特质 认真负责用心 那当然我在工作上也是非常要求 所以总经理当时也是蛮看重我的 我大概也是加入在公司 一到两年的时间 我就变成说 从原本的业务部的行政 那又跨领域到了管理部的人士 对那包括呢有时候都会跟公司分享一些不错的资讯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本身所喜欢的 对 所以是这样后来才开始接触所谓的这个企业管理 对因为我在白天公司工作来讲的话 很变成说花很多时间 对那进行职销这部分就比较少 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要为我的成功找方法 我就会到外面上一些课程 对那后来呢 有这样的音乐机会之下认识了主编玉峰老师 那玉峰老师本身是亚洲华人提务市销售权威 对那在接触他的课程之后 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应该要拥有一些能力 因为如果以我当时的能力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做进行 那这个变成说效益来讲就有限 可能是一或零嘛 因为对方可能不买单 但是如果说我学会了公众演说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一对多的 对所以后来的话 因为也加入了 也参加了玉峰老师的课程 包括提务市销售啊 顺便是演说班等等的 那有这样的机会之下 就是跟玉峰老师有多深层的一个接触 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加入到这家公司 然后成为营运长 所以你就是后来有接触一些 讲师培训课程就对了 开始训练自己公众演讲的能力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台上做演讲 一方面来讲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 或是不错的一个 就是觉得体验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对 变成说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所以讲师的培训 其实跟传直销的一些销售 其实是有互相互补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其实也是有的 对 那在书里你有特别提到 你另外一个贵人 对不对 是 洪杰 没错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洪杰 跟他那时候 你是工作医疗瓶颈 后来被他点醒这样子 是的 我当时其实接触直销的时候 在初期我是有一个领导者上线所带领 那因为当时领导者上线他觉得说 因为我一直想要成功 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 就是关于心灵方面的一个课程 那当时呢 我大概 其实我在刚接触的时候 不是很懂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蛮听话照做的 那就报名了 想要参加 对 所以就报名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呢 他其实是在 我先是飞到了国外 然后加勒比哈这边的邮轮 对 大概上一个礼拜的课程 之后再转机到佛罗里达 加起来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整个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是花费快要一百万左右 但是其实呢 因为当时我是刚接触这个心理课程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一个月的一个学习一百万的投资 大概只有两个礼拜的一个效益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的情况是 又又班去念研究所这个概念 对 那个太高阶了 对 所以后来呢 后段之后回到了生活当中 然后 因为我跟弗罗尔是同一个团队的 他要跟我分享说 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这个领导者上线呢 比较利益为考量 因为呢 我报名这个课程 他可以抽到一些不错的佣金 这样子 就是这个上线鼓励你去参加这个高端的一个课程 当时可能就是因为也很相信他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说后来去后悔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 所以你是真的有去参加 我有去参加 对 然后后来又到遇到了第二个上线宏杰 才提醒你说踏实比较重要 没错 因为其实我觉得务实踏实也比较 比较像我的一个人格特质 那我觉得我在后来他这边带领我们前进之后呢 我就设定的目标大概三个月期以内 我就得到了大概董事的一个位解 对那其实我觉得 我当时就发现说其实不是我的能力有问题 而是方法错了 没错 对 被带错方向 带错用错方法就对 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领导者都是非常优秀的 可能只是互相的配合模式跟适不适合这样子 嗯我懂 对 有时候上线再优秀也要 他的方式也要适合下线 是的 对要因材施教 对你们的痛不对 好那其实这本这个章节里你讲到最后 其实你最大的梦想除了成功赚钱之外 也是为了带妈妈出去玩 对不对 没错因为其实在过去呢 我每次只要回到南部回到嘉义 那我就会跟妈妈聊天嘛 那因为跟妈妈分享说 因为妈妈很辛苦啊 过去这样带领我们 然后自己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爸爸跟妈妈就离婚了 所以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 对所以我会觉得妈妈很辛苦 那跟她聊天的过程的时候 会跟她计划说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哪里玩啊 或是有机会想要带你出国 但是后来有出门吗 其实后来没有 因为妈妈都 她妈妈都说她很忙 但是其实我相信她是不愿意让我花钱 她应该是节俭 没错 对但是我们也只能就是照着妈妈的步伐 对啊 我懂我懂 是 所以现在经济已经不是问题 可是老人家总是怕花到这个儿女的钱就对 对没错 所以她就有很多借口 对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要跟姐姐再设计一个这个 就硬把它设计出门了 就不要让她再找理由了 没错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回忆 因为我不想要说 我一直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但是因为妈妈一直拒绝的原因 然后就导致这个计划呢 或是我的一个想法没有办法成型 所以呢也有在计划说 可以跟姐姐一起这边做一个规划 那希望我们可以把时间都安排出来 然后有一个家庭旅游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对就是带她出门 然后等她这个睡觉起来之后 就已经在飞机上了 这是一个不错 完全来不及后悔这样子 对啊 好今天非常谢谢靳芬 这个超越巅峰气管顾问公司的营运长 为大家介绍她个人的成功故事 好谢谢 好